好 那OneNote這邊我們剛剛講過你可以在這裡面做筆記對不對 你可以看一下喔 如果你想要針對剛剛這幾個 比如說你想要針對這個你來做筆記的話 你可以按一下 點進來之後呢在哪裡 在右上角 我沒有廣播 好 在這裡 廣播一下 這樣有了齁 好 你就看你要哪一個教材 你看我們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顯示筆記 在這裡 有顯示筆記對不對 好 那我在這邊呢 第一種是最簡單文字式的 文字式的筆記 那你要加幾個都沒有關係 好 那你寫完了按確定就OK了 這是第一種 那麼第二種呢 第二種筆記是用什麼 你也可以用手寫筆記 手寫筆記 那這個部分呢 如果你剛剛是用訪客 會不能用 好 你必須要 用一般的帳號註冊的才行 那你可以捲到每個 OneNote的最下面 你就會看到 有沒有發現下面這裡有一個 擴充工具 還有這個擴充工具 那蘋果的 Suppery對不對 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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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鍋都有 那以我這邊來講 我是Google Chrome的 我就可以把它點一下 好 你就把它加進來 待會呢 我們在右手邊上面 在上面這邊會多一個oneone的圖 你就會看到了 OK 這樣就好了 好 那什麼叫做熟寫筆記呢 我重新整理一下給您看一下囉 好 你們可以看到 在這裡 如果我現在要做筆記 我可以按下熟寫筆記 它就會幫你們 把我們螢幕上的畫面抓下來 你的筆記就可以在這裡 直接做紀錄了 這樣比較簡單一點 對不對 好了之後 你可以按提交 有沒有發現我有一個熟寫筆記在上面了 你要幾個都沒關係 下次你看教材的時候 就會出現 如果是影片的教材更好 為什麼 今天你可能看到影片第五分鐘 還是第六分鐘 你做的筆記 當你按到那個筆記的時候 影片自動跳到那個位置 這樣有沒有比較 比你熟寫在筆記本好一點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這邊 就是oneone有提供的筆記功能 你可以看一下 那筆記不是只能一個或兩個 你可以有很多個 就看你想要做幾個 OK 好